使用那個Lookout函數幫我查詢 第二個如果需要那個下拉清單的話 第一個 先建立一個那個 名稱頂端列這個範圍 然後呢再 利用那個資料驗證 不過 舊的版本那個資料驗證字比較大 那個圖比較大不過 新的版本好像就變小小一塊 OK 那這樣的話呢我可以向下拉 就會自動產生那個我要的資料 那接下來如果說我假設 希望換個方式的話比如剛剛做完之後 當然這個已經可以有下拉清單的功能 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像剛剛 這個立方 好像他就沒辦法向下填滿因為我試了想說 這裡面好像 BCDE 可是問題他向下拉他沒辦法BCD他只能1234 所以 這個立方 如果你要更快一點其實你可以 換另外一些函數試試看 比如說我今天把 同樣的一個工作表 拉過來按Ctrl鍵 把它改一下 這個用那個什麼 V2函數 假設我今天 這個地方 我換一個方法 比較常用V2函數 如果說我今天把lookup同樣的東西 換一個方式來做 如果我今天要查的 當然下拉清單這個應該還在 那要查的如果我換另外一個方法 檢視與參照 最下面一個 V2函數 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那個 V2函數 他會有四個問題 相對的 這個函數 比較難就是 填的問題比較多 不過你會發現第一個問題 lookup value 好像跟剛剛那個 lookup 那個那個函數 一樣 查什麼啦 lookup就是查什麼 OK 查這個東西 那第二個問題呢 他問你說 Table array呢 Table特別注意喔 這個table其實 一般翻譯 就是資料 資料表 資料表的話 實際上意思就是說 你那個 資料 庫的那個範 資料表的範圍在哪裡 理論上的話就是 在這邊的範圍 所以特別重要 Table array 請你選取什麼 選取這邊 每一欄 全部都要選起來 OK不是選單欄 lookup是選單一欄 這個地方的話是選整欄 OK全部喔 那通常的話 我們不會選到上面的欄位名稱 會選到什麼 選到他下面的這些資料 這個範圍裡面叫 Table array 選到這個 OK OK 那為什麼上面不選到 因為上面的東西 我沒有要查 我想要查下面的東西 上面欄名稱這些 不需要 那第三個問題是 Col 就colum colum 指的是欄 index 是 所影子 是 Lumber的話 所影子的數字 這意思是怎麼翻呢 簡單翻譯應該叫 中文意思應該叫 你查完 你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那 請問一下你要把哪一欄的資料帶回來 所以裡面的話有12345有五欄 那我要的應該是第幾欄呢 應該是第二欄 所以這邊輸入 輸入2 接下來的話呢 Range lookup 這個問題呢 指的是什麼 指的說你要找的資料呢 是不是要完全 一模一樣的 還是說你要找不到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 如果你輸入0的話 意思是說沒有 我一定要一模一樣 0的話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是1的話呢 如果找不到 那我幫你找個接近的 你不然的話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會產生 那個 這個請問 Not Available 所以特別注意 我先輸入0 OK 好 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張邪雅 這個002 我看 001 有無為 002 003呢 無丹雅 帶過來 OK 那其他欄的話 你想說 如果按照剛剛的邏輯 剛剛我們Rugup是複製 貼 貼 貼 然後改哪裡呢 改其實就改什麼 改其中哪一個呢 改 抓第二欄嘛 再來總銷量的話 應該在第三欄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變成什麼 第2 第3 第4第5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 當然我 這樣貼貼貼其實還OK 可是說如果藍數多的話 那這樣貼其實效率也不好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可以 這邊是2 3 4 5 可是問題來了 你如果現在 向下填滿 這個 這個範圍一定要先鎖起來 F4 因為等一下我向下填滿 數字會增加 那其實比較標準應該是鎖列就好了 3跟 10 按確定 那你把他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呢 他會變成怎麼樣 找不到 為什麼 他往下拉 他變 這個 這個也要鎖住 H3 3要鎖起來 打個勾 把他向下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他全部都找無單牙 為什麼 因為向下填滿的話 會增加 數字的 只有什麼 只有那個儲存格名稱 那這個不是儲存格名稱 所以怎麼辦 如果我今天希望讓他可以向下增加的話 那 理論上應該就是 這個地方要是2 3 45 所以如果要能夠把那個數字變動的話 有一個方法 這個可能要多學一個函數 一樣在檢視與參照裡面 請你找到有一個函數 我叫roll 這個roll的話呢 指的是什麼呢 按確定喔 如果裡面我把它放空的 按確定 向下填滿 4567 指的是什麼 列嘛有沒有發現 4567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產生是2345的話 你就把怎麼樣 減掉2不就好了 打個勾 向下填滿 2345 有沒有 所以以後喔如果你今天呢希望 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什麼roll-2有沒有 有沒有 把它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公式裡面的這個欄的位置 有沒有 第一個是第2欄 第3第4第5 不過理論上要循序的啊 你不能說中間斷開 你就放一個roll -2就可以了 roll特別注意喔 這邊一定要加個小瓜糊 指的是 你現在 在哪一列 第2列 加在第4列 減掉2 那可是我要的是 把它轉成藍嘛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放開 有沒有發現 他會自動幫我把 其他的 這些資料都帶過來 這樣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 剛剛那個lookup函數喔 他向下填滿他沒有辦法用這個roll 因為他是 哪一欄 那因為這個 column index 它是index 數字 所以數字的話呢 你可以配合roll 函數喔 就可以向下拉 自動全部完成 這個部分的話還蠻常用到的 如果你不會的話 也可以啊 就是貼貼貼貼貼 一直貼嘛 每天一直貼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每天一直貼 但是有的時候你會這個就不用貼 向下拉就OK了 但是你可能要先鎖住這兩個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試著把那個剛剛的那個index 就是那個lookup函數 改成用view函數試試看喔